吳日說到,在蘇佩茲的題點下, 寧貴兄就勸李鋒提早去江西, 準備收買陰差。 這件蘇佩茲說,寧兄說得對, 李兄的氣色非常之好, 今年又行正印堂運, 這一步運很難得, 這一趟去到江西, 說不定會有什麼意外之起。 是嗎?既然是這樣, 我立即起程。 什麼時候去做些話聲給我聽, 我好打定銀票, 明天看來不行了, 後天走。 寧貴兄聽見這麼說就很開心, 一年又喝了幾杯, 蘇佩茲就起身辭行, 寧貴兄慢著要留他, 蘇佩茲就推堂, 說另外還有其他事要做, 答應過兩天再來拜訪。 寧貴兄就請他留下地址, 然後就拿了十兩銀出來送給他, 說是看上的酬勞。 蘇佩茲又哪裏肯要呢? 推讓了一輪, 蘇佩茲遲別了就出來, 他回到自己的客棧, 做他自己至關緊要的事。 寧貴兄送走了蘇佩茲之後, 就回到來跟李鋒聊天, 斜下斜下, 就把林大友想出來的計劃告訴李鋒。 李鋒聽了就說, 這一絕,想得多絕啊。 做好這樣的準備, 都沒有吃虧的, 寧願到時不用是另一回事。 寧貴兄亦都同意這種說法, 後來李鋒走了之後, 就交代寧貴兄第二天, 要將銀票送過去, 寧貴兄就一切照辦。 到了第二天, 一切都準備齊全, 和另外貼多二百兩銀的水腳, 就親自送去李鋒那裏, 交割好之後, 寧貴兄才回來三德點。 到再過一天, 李鋒就起程了。 寧貴兄又親自送了他一程, 還再三叮叮李鋒說, 萬一出了什麼意外, 你馬上趕回來, 以便我們做好下一步的準備。 送走李鋒之後, 寧貴兄回到三德點, 馬上就叫人把林大友找來了。 原來是商量僱傭出海船隻的事, 林大友就說了, 這趟, 若我逼得走投無路, 反兄弟和你的家眷, 我都要帶也一起走的了。 這艘船, 實行裝不下那麼多人, 最好是固定兩隻, 大爺當然坐一隻了, 就等那些兄弟坐另一隻。 我已經算過了, 去澳門就不是很保險, 一去就去新加坡, 還可以帶點貨去, 上岸之後, 大爺又開一間舖。 開不開舖, 以後才算了, 現在最重要是撲點兩條船。 說到話都沒那麼容易了, 等我明天, 把船船捡回來了。 林大友說完就走了, 林貴兄自從認識蘇佩茲之後, 蘇佩茲給他的印象非常好, 加上還有歐雀兄的推展, 林貴兄就覺得跟他一見如故, 就像林大友走了之後, 林貴兄忽然想起蘇佩茲, 就叫人按照蘇佩茲留下的地址請他回來。 誰知去了的人沒多久走回來說, 各位小先生, 只是在客棧寄存行李, 寄存了兩天之後, 他就回去搬了東西走了。 我順便問那裡的人, 知不知道他搬去哪裡? 連客棧那些人都說他沒有降低。 林貴兄又覺得奇怪了, 心想他要來這裡開檔, 難道這麼快遇到地方搬走了? 由於這樣想, 林貴兄就交代三德劍所有的伙計說, 你們都留意點, 在街邊上, 有沒有貼著蘇佩茲開檔, 和尖掛算命的街招? 如果是有, 看到就馬上回來告訴我。 那些伙計聽到這樣說, 就馬上去了。 林貴兄還看著蘇佩茲自己會再來。 誰知看著鏡都長了, 一年幾天, 連人影都不見了。 啊! 就連說去顧船的林大友, 也都好像石沉大海一樣, 有去沒有回頭。 林貴兄急起上來, 就叫人去北門外面的林聚先館, 找他回來。 這個人去了一會兒, 就帶了一個人回來。 可惜那個人不是林大友啊, 而是最先管的一個伙計。 只聽見他說, 呃, 林大友那天, 在大爺這裏回去之後, 只想說去顧船啊。 怎知有兩個南海的遠差, 拿著靈簽來提人啊。 問那兩個遠差, 為甚麼案提人啊。 他們又好像啞了那樣, 送茶匙給他們, 他們又嫌淺聲, 我都不肯要。 說是本官立即要人。 說萬一刻交差, 連命都沒有啊。 沒辦法, 林大友就只好被他押走了。 怎知直到今天, 不見回來。 我們又去南海遠衙門打聽了。 甚麼聲音都打聽不到啊。 靈貴兄聽見這麼說, 他嚇到臉都青了, 馬上發散三德店的伙計, 刮簡勒仙和黎雅爾回來。 靈貴兄對他們兩個說, 你們兩個聽著啊。 林大友不知道, 又惹到甚麼官非, 被南海遠衙門走出去啊。 你們兩個, 比較熟悉衙門的洞爐啊。 你們馬上去打聽一下, 看過林大友, 是被人抓了去, 跟我們的案有關啊。 兩個人認了一聲, 知道這趟是急了, 急急就去了。 靈貴兄這陣就急了, 馬上找到忠孔和忠孔交底。 怎知忠孔聽了就說了, 可惹老爹, 你那個膽子越來越細了。 是, 爺火是跟我們見干有關啊。 有甚麼理由, 只是抓林大友一個人才行啊。 又不見你抓我啊。 當然林大友走黑屎煙土, 都不知道哪些地方手腳不乾淨, 被人插得了。 靈貴兄聽了這麼說, 覺得有些道理, 只是他總是覺得好像, 有些甚麼不妥那樣, 兩道眼眉走成一條線那樣, 他慢那麼嘆氣。 忽然之間, 只見他一聲吐了腳就說了, 沒有理由的, 如果林大友是走黑屎煙土, 搞出甚麼事, 當然是先封了他那間罪仙館的嘛。 有甚麼理由單是提人的呢? 傻老爹啊, 你不就好像歐佬表台那樣, 自己嚇自己好不好啊? 我敢擔保, 是跟我們這件事無關的。 想都想到了, 梁天來現在在北京啊。 我就算他有本事, 搞得入我們了。 喝茶都還有一段時間才來, 無情百事, 廣州那些官啊, 誰還想提起那筆蘇州事才行啊。 啊, 林貴兄想起來也是啊, 那人就稍為定了一點。 到了埃曼的時候, 簡勒仙和黎雅爾兩個回來, 進門就說了, 哎呀, 甚麼聲音都打聽不到啊。 林貴兄就問了, 南海衙門裡面, 你們不是有熟人的嗎? 簡勒仙就說了, 有啊有熟人, 不過, 連衙門裡面的人都是蒙茶茶, 所以才無從入手啊。 那天將人提到回去, 院官連問都不問, 懷奉了內遇, 馬上叫官差和林大友, 釘了枷鎖, 收了入內監啊。 林貴兄聽見這樣說, 他更害怕啊, 只見他說, 問都不問, 鎖入內監? 肯定是重案來的啊。 這件事, 看來不是惹事啊。 簡勒仙就說了, 還有下文啊。 到了昨天, 南海縣就在籤押訪提人文化, 等到牙汰把林大友押出來的時候, 院官只是問, 你是不是林大友啊? 林大友回答了, 院官就拿了一封信出來, 交給兩個, 像家人一樣打扮的人, 兩個人帶著文書, 就把林大友帶走了, 還押到哪裏? 衙門裏面都沒有人知道啊。 南海衙門裏面, 有兩個人, 是林大友的雙息來的啊。 他們就多嘴問一下那兩個馬仔, 到底是把林大友押去哪裏? 誰知道那兩個人惡殘殘, 挖了他們一眼, 捱著拋梳就走了, 嚇到林大友那兩個雙息, 都不敢再問了。 所以現在林大友被人押去哪裏? 根本沒有人知道啊。 林貴兄聽到這樣說, 他發猛争了, 走又不是, 站又不是, 以前他一有事, 就可以跟丫鬍爵兄商量, 現在丫鬍爵兄去了湖南, 本來已經夠谷氣了, 想不到連比較醒目的林大友也被人捉迷, 林貴兄真的好像被人砍了左右手一樣。 簡歷先見林貴兄發猛争就說, 大爺, 你不用谷氣的, 我們再去撲他一晚, 從知府到兩廣總督署那裏, 我們都撲運他, 我仍然不信, 找不到那些眉目的。 現在, 已經水浸眼眉了, 快點去吧。 簡歷先和黎阿爾也不敢自由了, 馬上去了, 林貴兄夾到一個窄窄條, 誰知道中空這頭又說了, 賊老爹, 訂些來吧。 你沒聽人說過嗎? 吉人天上啊。 日運起上來, 就算走路, 都會拿到釘的, 林大友的晦氣當頭, 賊老爹你何必拿屎上身呢? 我不是拿屎上身, 這件事有點不對勁, 我怕你頭是對著我們。 我都說了, 不關我們事的。 如果來頭是對著我們, 你和我現在還坐在這裏嗎? 怕早就被人捉了。 人家為甚麼偏偏, 偏偏要逐臨大友啊。 實在他自己也不知道搞出甚麼, 被人捉了一鍋, 搞成這樣。 啊, 忠孔這句話, 提醒了林貴興啊。 馬上說了, 是吧。 不過我這麼笨, 不去打聽到底誰告他。 打聽到, 就可以知道他是為了這些被人告啦。 當晚一直等到三更的時候, 簡勒先和黎阿爾就跑到回來, 入門黎阿爾就說了, 不妥啊, 這件事很離奇啊。 知府和道台衙門那邊對這件事一無所知啊。 就是熱台衙門那邊, 有點緊繃。 但是, 摸不清底細啊。 我乘老找人進去打聽, 只是知道昨晚熱師下了公民, 派了兩個家人, 我沒多久不知道在哪裏押了個人回來, 問都不問, 也不收監啊。 簡直帶走進去衙門裡面, 都不知關在哪裏。 直到今天, 什麼聲氣都沒有。 我估計押回來那個人, 當然是林大友的了。 聽說新任的熱師, 沒到情面好說, 現在衙門裡頭啊, 凡是心有事的人, 都怕到有得震就沒得睡了。 什麼啊? 什麼時候換了熱師的? 他一點都不知道的。 快點說。 快點說啊, 新任熱師聖什麼的。 大爺, 你怎麼這麼累啊? 是前日接人的嘛。 趙岸察已經調去浙江了, 新任熱師聖陳的。 這幾天我的心浮浮糟, 哪裏有注意到過了些事啊。 如果早點知道, 善踏通這條路到時, 都有個照應的嘛。 靈貴兄這陣子忽然之間, 他打個冷震冷寒都冒了。 為什麼啊? 因為歐雀兄和李鋒都不向他身旁, 沒有一個人能夠搭通衙門的洞路嘛。 故此他就對簡勒先華了, 什麼你都不要管, 明天你馬上去遠衙門那裏打聽一下, 看過是誰高臨大友的。 唉, 這一層我早就想到了, 遠衙門裏頭, 我哪一關不打聽過啊? 根本沒有到頭水的。 靈貴兄聽見這麼說, 他就說了, 沒有理由的, 難道是爛路告狀嗎? 簡勒先就說了, 爛路明冤, 早就通曬天了, 有什麼理由會沒有人知道的呢? 黎雀二插嘴說了, 難道是伊斯衙門裏面, 他們跑到進去告狀? 簡勒先就想了想, 嗯, 有道理啊。 於是他就說了, 有這個可能的, 不過, 今晚來不及的了, 明天一早, 我們去伊斯衙門那裏摸底了。 當晚簡勒先黎雀二, 就和忠孔一起在三德店過夜, 唯獨靈貴兄是整晚眼光光, 各種的設想, 就好像亂麻那樣, 他沒辦法理得出頭水, 越想越不對勁, 想想想, 唉, 三十六雀走為上雀, 陳祖顧船撩枝大吉就最好了, 想到這裏, 靈貴兄立刻一聲爬起身, 馬上就炒醒忠孔, 將陳祖走人的想法跟他說, 怎料忠孔就說了, 阿朵老爹, 都叫你不要自己嚇自己, 哪有關那些事才行, 林大友被人作了幾天, 又不見有人來編捕我爹, 齁, 靈貴兄聽見忠孔這樣說, 似乎是有些道理, 我心就定了些, 天光之後簡陋先就起身, 疏醒過之後, 也不等尼亞爾, 自己一個人就鬼鬼祟祟, 走到熱師衙門摸底, 靈貴兄又試想起蘇佩茲, 他就發散些人, 去刮蘇佩茲回來, 怎料又是撲了個胸, 靈貴兄心想, 蘇佩茲, 難道去了第二處找死? 故此他就打燒了, 找蘇佩茲的念頭了, 直到當晚簡陋先才跑回來說, 唉, 在九牛義父之力, 終於打探到一些瞑目了, 這件事, 熱師衙門上下, 唯獨熱師本人才知道 是拜什麼迷魂陣, 就連那天去南海院, 捉人那兩個猛仔, 都是上面叫他這樣做就這樣做, 夢茶茶就去捉人, 根本不知道湖佬裡面賣什麼藥, 好話不好聽, 這件事, 連熱師衙門裡面的師爺都是猛茶茶, 也不知道是有人告狀, 還是因為什麼東西做了林大友, 我測度了整天, 總是覺得新任熱師, 好像早就盯著林大友似的, 這趟好像是明茶暗訪, 把林大友當地貓那樣捉起上泥, 聽說一直都把林大友藏在衙門的內宅, 連記監都沒有, 林大友這趟, 我想他真是一身矮, 如果不是, 從來都沒見過這樣的法樂法, 就這樣, 你就想辦法, 想辦法救林大友出來, 未等寧貴兄講完中孔就說了, 何必那事上身, 這件事, 是林大友自己拿來碎的, 簡勒先就說了, 現在就算是救他都沒辦法, 熱師衙門裏面, 呼應都飛不進, 現在唯有望林大友犯的, 不是死罪, 對呀, 這邊正在度度來度去, 那頭簡當業勝就趕到來了, 簡當業勝可以說是林大友的沙煲兄弟, 他們之所以來這裡, 就是因為知道林大友被新任的熱師逐了消息, 一來到簡當就說了, 我打定到新任熱師, 要明查暗行逐拿地貓, 他還列了一張名單, 交給兩院名單裡面, 第一個名字就是林大友, 林貴兄夾著就問了, 那其餘的是什麼人啊? 那就不清楚了, 好像是一共有十二個人, 現在連林大友在內已經作了七個, 不過好古怪, 另外那六個, 都是在院那邊監管的, 唯獨林大友, 他好像大份點那樣, 提出入熱師衙門, 都不知道有什麼樣子, 忠孔這一陣子, 他很得戚說了, 是嗎? 是嗎? 朱老爺, 我都說, 不關我們事的嘛, 你整天都當叔父是大拔和, 說得你都不相信, 現在相信了, 現在相信了, 先別說了, 你們有沒有辦法, 救到林大友出來啊? 救他我們可以慢一步再想, 總而言之, 現在首先就是要賣通些肉質, 讓林大友在裡面, 沒有捱那麼多斧頭, 然後, 我們可以慢慢地鎖定這條路啊, 卡勒仙就說了, 你們兩個真的猛壁壁啊, 你們以為林大友現在在熱師衙門去頭監管? 外監內監, 他都不在那裡啊, 這樣, 不在那裡監管? 難道請他去花廳那裡做上賓嗎? 怎知道花廳這麼簡單啊, 還在內宅裡面啊, 簡當葉盛聽了就覺得好笑了, 什麼林大友有這麼大面子, 新任熱師, 要請他回內宅呢? 那真是千古奇聞啊! 簡勒仙聽說, 熱師要明茶暗房捉拿地貓, 他的心就有點哩哩亂了, 錯又不是, 行又不是, 他相反, 零貴兄這一刻定了很多, 他心想只要跟我這一案無關, 我不理你, 明茶也好, 暗茶也好, 清蒼飯底也好, 誰知林大友就好像不在人世一樣, 什麼聲音都好, 起了幾天, 寧貴兄的心, 都還是有些七上八落, 過了幾天, 雖然林大友就好像失蹤了中, 只是其他東西太平無事, 慢慢慢慢, 寧貴兄就連個驚字都不記得了,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轉眼之間又過了兩個多月, 這一日忽然接到李鋒在江西派信差送來的一封信, 寧貴兄馬上拆開就看, 原來信的大致內容是這樣的, 陰差已經到了江西了, 正的陰差大使, 就是以前的兩廣總督孔大鵬, 而副的陰差大使呢, 有這麼巧就得這麼巧, 就是李鋒的叔父, 正是由於這樣, 李鋒去到那裏就好講話了, 陰差大使呢, 亦即是李鋒的叔父, 已經將口禮收了, 還答應在裏面從中講話通容辦理這件案, 李鋒就叫寧貴兄馬上將所有的兄弟召集在一起, 夾定口供, 並且盡量買通幾個街坊, 到其時當堂作稿, 這些點子呀, 信裏面還說, 是李鋒的叔父想出來的, 再三釘竹要這樣做, 信的最後就說, 因為李鋒就要留在江西, 幫他的叔父撿頭撿尾, 故此呢, 就跟隨陰差, 一起來省城了, 對了各位, 那後來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明日治港!